大家好 我是亚东医院张厚塔医师 接种COVID-19疫苗后 可以预防感染 降低重症及死亡的风险 目前全球多国都在致力于提升COVID-19疫苗接种率 然而部分国家即使接种率逐步提升 确诊及死亡人数却不一定逐步下降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 千万不可以因为打过疫苗 就松懈了防疫措施 防疫措施跟疫苗接种有同样的重要性 防疫没有特效药 无论是否已经接种COVID-19疫苗 都要戴好口罩正确洗手配合防疫措施 让我们持续落实防疫基本功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共同守护健康家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超越巅峰 超越巅峰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超越巅峰 机会来了要好好把握 今天有两个机会 两个机会 你先推较仔细地看 因为我不轻易讲机会来了 这个五月份的时候 我们不是那时候在做航运股吗 这一天很关键 因为它突破了季线 它突破了紧线 它重新算上季线 所以我说一二三都突破了 这一天开始要涨了 那你也很明显地看到 从这里开始一路就这样涨了 涨到破了17597以后 其实我们直接可以算1比1嘛 不用等它来就可以直接算了嘛 当到的时候 我就跟各位讲这里不用杀了 你不用去管外资什么操作 因为已经到了嘛 对不对 上礼拜五不是跌吗 我还跟你讲说这个不是高点 你看人家解盘 有人像我这样解的吗 我就直接跟你讲 因为量价不会同时到顶 所以上个月的量能是最高的量能 所以这高点不是高点 那你昨天也看到了 昨天涨了两百多点出现了两个羊棒 包一个鹰棒 13天时间转折 我跟各位讲又要开始 你要好好收看我节目 这有些都是 这个没有功力的人解不出来 先是回车季线王出现了双羊索音 那这个很明显的今天就是继续要功的行情 你看我们上次这一波涨了1439点 既然这个高点不会是高点 我们当然拉回多少买 今天是不是上涨 掉下来没有关系 我的基础分析跟你讲没有这没有关系 掉下来其实反而是好事 那你怎么去抓到主流 今天有两个重点 我教你看什么叫复合K线 比较少人在节目中跟各位讲 你先来看连电 连电这是一个大黑马股 你不用去管外资买或卖 外资我跟你讲 他在台股 一天买一天卖 一天买一天卖 你一定不要 这一天他大买 跳空 然后又再买 又再买 昨天卖 买两天买了26万张 卖了4万张 如果今天大家好紧张 昨天外资又卖了 你有看过人家 这样做股票吗 买了26万张 只卖了4万张 这股票会跌吗 当然不会啊 那你K线形态就这样看 他留下上影线 又一根长黑 今天实体红K棒 把这个全部都盖过 你如果把这三天的K棒来看的话 是实体红K棒 你要会看 你要会看 如果说以这三天来看的话 是实体红K棒 那这是一个攻击讯号 会不会看 我已经写了 这是一个攻击讯号 其实有些股票 他就是稳稳的涨 不知不觉 那个幅度就相当大 我最喜欢找这种底部的股票 就真的是底部的股票 你像是打了20年大底 我说那股价只有历史高的18% 这叫华泰 221块4 我跟你讲他今天又在创高 中间我就不讲了 21块4到28.35 总共涨了32% 我当时我送给你的时候 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想法而已 因为他足了20年的大底 股价只有历史高的18% 我都跟蹲泰一样 这样不知不觉 21块4 你看21块4 到今天已经涨了32% 现在全市场都在讲 这个华泰要特别注意 华泰要特别注意 那有没有跟他一样呢 我今天有两件事情要做 我觉得今天算是礼拜二 其实一次做一件就好 但是我觉得 这两个都压不住了 我先讲这个好了 我等一下再来跟各位讲电视股 你们记不记得 这个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在等这个 我上半段先讲好了 你记不记得 我那时候77块5的时候 跟你讲台华 所有经线向上 我这通通跟你讲 这好多技术分析 卷制比也很高 77块5 那从77块5涨到321 总共涨到3148 从5月26 那刚刚你看加权指数 你就知道为什么 我那时候加权指数 看多的理由 你看对不对 都有原因 这是5月26 那这5月25 是不是已经出现 这买进信号 很多事情都是环环相扣 为什么我要做什么股票 我都有想法 5月25号 这个大盘出现买进信号 所以5月26号 跟各位讲台华 那他跌下来 我会不会跟你讲 遵守纪律 他出现了一个 有没有 然后我是不是 直接跟你讲卖点 然后真的都打下来了 你如果之前看我 每一次都那么整的 今天不一样 我只有开办今天 你现在就可以拨电话 我看到了什么 跟人家不一样 上次这个 准到全市场都下到了 我先讲卖点 那天是7月16 我还把7月16那一天 现行图还留着 这叫纪律 7月16的台华253 跌破了 那时候台华253 万海284 长龙182 杨明182 你看他们跌多少 我今天是写这个 我只开放今天 因为有时候 来到的时候 我一定有我的原因 我电视上不方便讲 我看到了什么 对今天他们都是跌的 我很奇怪 今天我看到的是跌的 跌的 是跌的 你看到是跌的 他是跌的 你看到是跌的 我先跟你讲 不是长的 那我看到了什么 这很重要 我之前会先跟你讲 卖一定是有原因的 上次跟你讲卖跌 我知道很多人 有一件事情你放不下 但没有办法 我常常我以前我在 交技术分析的时候 我常跟投资朋友讲说 你做过的股票 如果你错了 你就忘掉它 不要跟股票谈定 但是我知道这太难了 我们有时候也不能说 执着是对或错 但是你有做过统计 七月份 我如果今天早上看的 知道没错 将近有三十万户的人 是跳进去买 这些货柜三雄也好 再加上台华是货柜四雄 多了三十万人进去买 通通买到高地 那也就是说 有三十万个人 他很希望能够知道 有没有真正的买点 我说实话 为什么我七月十六号推这个 今天八月三号 我写只开放今天真正的破断 你去想看 当时多少人跟你讲要先买的 他今天敢在节目中 继续跟你讲吗 我不是 我七十几块跟各位讲台华 涨到三百二十一 然后我把卖点也跟你讲 我说跌破月先要卖 我这样不是说卖到最高点 但是相对来讲是卖得漂亮 那为什么我今天跟你讲说 紧急专案 我先写买点 我说实话我如果不是早上 有看到那份资料 我本来这个我不做 我们今天站在这个媒体上来讲 我说过了 我不是纯粹以收会员为目的 有时候要将心比心 当我自己的会员也有提到 他们的朋友 真的的确 可能没看我节目吧 然后也不相信说 这航运股会跌得那么样的深 所以呢 很希望说什么时候才 有再次的机会 那我上次跟各位讲 月先卖掉了你要等 你等到什么点才是有一个真正的一个 下一次你看上次这个点真的多漂亮 好漂亮 那这一次像这种股票的买点在哪里 我只开放今天 我今天没有名额限制 因为上面都写好了 你来我就直接 直接告诉你 这很重要 所以这个第一个阶段 我又分两个阶段 我第一个阶段要让你知道的就是 我上次先说要先卖 台华 万海 长龙 阳明 那我这两天我看到了什么 我先开放给你们 你们赶快来说去 我只讲一个阶段 我下个阶段我就不讲这个了 我为什么写紧急转 因为我看到了 技术分析我看到的东西 我必须要 要推出这紧急转 就跟我当时 我为什么我在7月16号 我看到了卖点 我要叫你一定要打电话来的原因 你那时候你卖掉的 你现在机会来了 所以观众们 第一个阶段 你现在就可以拨电话 我这个紧急专案 开放给你们 你上次有卖掉了 现在要买回来的 赶快打电话 进广告 谢谢 来 精彩 守护台湾 守护家园 最艰难的时刻 我们永远与你同在 188防疫专案 帮助你守护你的财富 营业投顾 守护针线 02报113366 报113366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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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直播 立即上线 Live直播 当您避开投资陷阱 只剩关键 顶业专业操盘团队 为您掌握 顶业投顾 02-85113366 超越巅峰 刚播了没有 你要赶快播 另外一个 在电子鼓 又看到一个现象 你们也都知道 我研究 台鼓 二十几年 有一个循环法子 就是 当你看到 这是去年的强貌 那时候在四十几块 当然现在强貌 一百二十几块 它是不是日线出现黄金交叉 在去年的11月11号的时候 日线出现黄金交叉 周线也出现黄金交叉 都在四十块左右的时候的墙 然后月线是不是也黄金交叉 所以我说是日周月KD黄金交叉 向上循环的开始 有没有 你看我资料都还留着 就是它一档股票要涨的时候 如果你们在看KD指标的时候 你要退一步看 如果它同时日KD有黄金交叉 周KD有黄金交叉 月KD有黄金交叉 它叫做循环的开始 所以这种股票你就特别要留意 因为它一定是涨一大波的 你看那时候才四十块左右的强貌 对不对 找到上礼拜二的时候 四十块钱涨到一二四涨了多少 你自己算一下 我不大会算 对不对 一个循环的开始 那时候是四十点三五 就一个观念而已 它可以涨到一百二十四 三乘以三 大概是三倍左右 从四十几块涨到一二四 这循环的开始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我们能不能找到这种长期底部的 我最近是不是有找到一张叫华泰 二十一块是华泰 是不是找到这种长期底部的 我当时我们说敦泰 股价只有历史高的五分之一 营收却连续长历史平坡 所以它从三十二块三 然后突破形态 突破颈限的八十块八 一直到昨天的高点两百九十八 我也不大会算 你自己看就好了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找到一档股票 基本上它抵打的是二十年的大底 就跟当时的敦泰很像 也跟 上个月跟你讲的这华泰也是 也是二十年大底 它长了 你看 其实我们不要弹 不要不用说多啦 我送你的资料你看 二十一块四 七月五号 今天几号 今天八月三 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长了三成 可以了吧 这是大股票 就是因为以前一个底部嘛 我今天看到这一档股票 它也是打了二十年的大底 它比上次我们找到的这个华泰 距离更多 它只有14%而已 就是我发下来的 目前只有14%而已 以前历史高14% 而且它又有当时 一个特色啦 就是我今天为什么 要拿强茂出来讲 强茂当时我看到 也是因为日KD黄金加差 周KD黄金加差 月KD黄金加差 那这一档股票也是 它也是日KD黄金加差 周KD黄金加差 月KD黄金加差 然后又打了二十年大底 我要送给你 我都专门挑这种底部的股票 现在很多人都开始在挑找这个 我不骗你 现在好多分析师开始都在找 有没有藏这个 竹腕大底形态的股票 你说我为什么说今天紧急 有两件事情要让你知道 因为没办法 有时候股票已经快压不住了 你知道吗 这个也是我今天要送给你 所以我今天有两样事情 要跟各位做个说明 你看到我挑的股票 都是这种大底的股票 所以这档底部的股票 也要送给你 另外我刚刚也讲到 这个真的也很关键 你有见识到上次 我波段跟各位讲到先卖出的 那你今天这个买点 你一定要来拿 我本来要分两天来做 我说反正股票市场上 有的是要掌握一个时间周期 那你时间波真的到的时候 你就不用再长了 我们就尽量让各位 你之前有出调的 他打回来了 我也起码我尽一个义务 让你知道说 他另外一个机会又来 你看 上次7月16号 电视演讲会 直接跟你公布卖点 对不对 那今天我为什么要推紧急赵 一定是我有看到一些现象 那你这个要来拿 还有我刚刚有讲到 你说 我今天也不用讲那么多 我冲着这种股票 你觉得 你找得到吗 而且我跟你讲 这底部是出量的 这底部是有量的 观众朋友们 这底部 底部是出量的 你看上次 上个月 他这底部也是量 有量能 21块 失能时的滑态 底部也出量了 一个月的时间轻轻松松 涨了32% 我当时挑也是挑这底部有量能 这底部有量能的股票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攻击形态 攻击形态 说实话 你们节目看那么多 你无非也是希望能不能找到有这种 那么强烈攻击 攻击形态的股票吗 我也讲过了 你问我电子股 我怎么抓 我电子股 做法很简单 这个什么叫循环 我再花个两分钟跟你讲 就是你有时候在做股票的时候 你会发觉说 比如说去年11月11号的时候 那时候我看到一档股票叫强帽 我看到日KD黄金交叉 我说我想买 结果我就退一步看 做功课 原来周KD也刚刚才出现黄金交叉 不容易 日KD黄金交叉 周KD黄金 同一天我又看月KD 一样黄金交叉往上 这个时候你这里画一条颈线 就是它刚突破 这里有大量 量是价的先行指标 有没有 这个量够大 所以你们学技术分析 要学到这个 这个是最大量 因为你是最大量 所以量价不会同时到顶 其实有时候把旧资料拿来看 你真的是会会心一笑 对不对 这里的高点就不是高点了 因为量价不会同时到顶 所以有时候我说居住分析真的很好用 结果它 它涨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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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向上循环的开始 有没有 你看到124 40块钱到124 40乘以3 这个你用计算去按就知道 那这里是不是也底部件大量 那时候才30几块 三几块到昨天的时候来到298 所以你说 我看到这种股票 我要不要送给你 我今天一集等于两集在做 照理说送这个已经 市场上的领域 你们已经找不到这种股票 我找到了 就够了 但是我觉得 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是好事 你就习惯做电子股 我这档你一定要来拿 你也不用自己去找了 1600 700档股票 你也没那么多时间去找这个底部的股票 20年的大底 目前的股价只有历史高的14%而已 日KD出现黄金交叉 周KD出现黄金交叉 月KD出现黄金交叉 你非来拿不可 这个是 我要送给你 那我刚才说过的 还有另外一个 你如果上一波 你来拿资料 你看到了 7月16号它的卖点 观众朋友们 这个买点你一定要来拿 照理说 我可以分两天做 但是我想没有关系的 大家都是好朋友 你们如果说手上还有航运股的 与其坎克不安 我一直还没出手 我今天拿出来跟你讲 你心里就比较安了 这也是我的一个社会责任 所以今天有个紧急章案 你拨电话进来 你要知道台华万海长龙遥明的买点 你拨电话进来 那你要做电子股的这一档 二十年大敌的股票 一样送给你 所以今天我们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 只有今天 真的只有今天 打电话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